第中海贫血是贫血的一种 我们的贫血可以分为各种类型 比如说缺铁性贫血,具有细胞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溶血性贫血等等这些 那么第中海贫血是属于溶血性贫血的一种 它是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红细胞内的一种或者是几种族蛋白生成缺陷 从而出现了红细胞寿命的缩短,出现了溶血性贫血 它的主要表现就是贫血,黄胆,皮大,以及骨骼发育的异常 也就是面貌异常等等这些表现 那么地中海贫血的患者呢,它的寿命有多长呢 那么类型不同呢,寿命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呢,近膝型或者是轻型的地中海贫血的患者呢 它呢,没有临床表现 这个血液的检查呢,也和正常人是类似的 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正常人一样的寿命 那么中间型的地中海贫血呢,有轻到中度的贫血 轻到中度的皮大,需要呢,输血治疗 如果呢,通过这个积极的治疗呢,是可以活到成年的 重型地中海贫血呢,就容血呢,比较重 那么呢,一般呢,是在幼年腰折 如果通过积极的红细胞输注等等治疗呢 有可能呢,延长生命 如果有条件做液晶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话呢 通过这个治疗呢,可以治愈疾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给大家感谢观看 现在 我们赶紧 让我们 两点 则